又一个多月不管了 长得烂糟的 该说不说 我这宝莲灯养的是真的挺好 今天我们把前景改动一下 尤其这个 这长得像个什么东西 红头啪啪熊 已经把辣椒绒子给糊死了 这任务很艰巨啊 这也太多了 还是羊草好啊 羊草不会暴毙 也不会跳缸 好 今天咱们就把这个缸 重新弄一下 这个地方我准备换一种植物 直接耗 我最近特别喜欢耗草 我真是有多大压力 捡红头啪啪熊呢 这个感官就会特别爽 这有点像挤豆豆 你看这一大串 哎呦好爽啊 找到它的根 咔嚓 跑手估计啊 我这减了有六七十根 盘丝栋的植物就有着落了 你看都是这么东平西凑来的 哇清理完的这个地面 真的好清爽 下面我们做更爽的 这一块呢 我就准备都变成辣椒绒 所以说要把这块迷面切掉 和切蛋糕一样 是不是 一耗起来就感觉贼爽 就是有点浑水 把这一块 还没有完全转水的野猪 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固定好就行了 特别方便 往下一插就行了 再撒点小沙子 让它自然一些 辣椒绒周围的位置呢 再把烘头啪啪熊种回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